歡迎收看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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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他廣告作品 他配過上千步 你老人小孩能配 還能踢動物 仙人掌 香蕉 沐浴乳也能配 你什麼案子都接 沐浴乳怎麼配 沐浴乳 就是愛做麻雀美少女 23歲 163歲 10歲 天啊 沐浴乳 沐浴 這裡150公斤 這個有一點 這個有一點 愛麗絲嘛 會徵國代言人 麻雀美少女拚啦 五連拍 一拍 一拍 二拍 可愛 很可愛 很厲害 心跳超快 聽見你快放開 唱過來 善良的愛 憲哥你轉到 轉到 我還好 心盡如水 這個畫面叫老人與少女 寶貝 有… 爸爸這麼做還不是為了這個家 歡迎收看 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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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愛 你看 今天來了好多 他們是國外來的是吧 對啊 長那麼漂亮 一看就在夏威夷對不對 沒有 你看帥的那樣子 你們是從哪裡來的 新加坡 新加坡 天啊 那是我第二故鄉 上次香港來的朋友你也是這樣講 到處都是你的故鄉 那還用說嗎 因為新加坡以前我是 現在 是不是這樣的夜晚 你才會這樣的想起我 對啊 沒有 以前憲哥是新馬王子 現在他是新馬老頭 新馬國王 國王 是… 升級就對了 開玩笑 我也是很辛苦 幹掉李茂山跟羅時鋒 對不對 歡迎我們所有好朋友 來 給自己掌聲再鼓勵一下 好 一起來介紹 我們五組來賓一起介紹出來 再慢慢來訪問好不好 好 我們的周傳雄李千 歡迎 還有我們的許惠希 歡迎 好漂亮… 還有我們的Nono 帥氣… 我們帶給你 張茸茸 張茸茸 美女一美 厲害了 這當中是Nono最辛苦的 還抱病前來 真的嗎 這讓我們很感冒 最近你該不會感冒了吧 她生病還在參加我們的節目 豬流感 豬流感 你的豬八戒 豬八戒 小桿老師來 新專輯唱片來了 練人創世紀 好 跟這個可愛的小媽咪 但是跟周老師在一起 有時候 她也算是一個行走的發電機 在一起 你講的他們好像在交往 會不會 那幹嘛 兩人之前 做得那麼刻意分開 真的耶 這個就叫此地無影三百兩 沒有 沒有 他們下面坐很分開 底下腳是這樣子 坐在一起 坐在一起 沒有 你們節目因為要錄很久 所以坐舒服一點 你現在嫌我們錄 我們節目辛苦是不是 錄很久 全台灣就錄這節目最輕鬆 對 你在滿多重 還是你是嫌 你跟千娜靠太近 你會不舒服 這種怪怪的學生嘛 對 並嫌 OK… 好不好 唱一下… 兩個人有歌… 她在我專輯裡跟我合唱一首 傷心酒杯 給她唱一句 好痛喔 一定很多人這樣講對不對 好痛喔 好痛喔 一定很多人這樣講對不對 好了 女生 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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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 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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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浪 她演唱會該不會就在搞這些吧 對 沒錯 每一首歌都分視大腳 她很認真的在唱情歌的觀眾說 妳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好可憐喔 很愛唱 我開始同情妳了 然後妳就硬堅住 硬堅住 哇 真的是 而且唱自己歌也是 是不是這樣第一夜晚 才會這樣奔向 出聲 我幹嘛 來… 傷心酒杯 來… 不是啦 因為她本來是 台語歌唱得好嘛 所以故意寫一個這樣 讓人家注意她這樣 來…合唱一下… 誰都會心碎 誰沒有過傷悲 沒有誰理誰勇敢多一些 想清楚 我不想面對 那些美好一次被撕毀 我也曾喝醉 也曾五言一對 大煩了傷心酒杯 好憔悴 很辛苦 你如何面對 我去美好的日夜夜 愛是有一點愚昧 有一點直接 有一點難理解 好可憐喔 因為很好聽啊 不簡單 很好聽啊 因為小剛老師啊 他是我的師弟嘛 我是想說讓他吃飽一點對不對 謝謝 謝謝大哥 加油… 唱片大賣好不好 謝謝 再來我們這個是 最近廣告打得最夯的有沒有 對 他代言一個這個Online Game 還有百貨公司 賺翻了 許慧欣 耶 寶貝… 越來越漂亮有沒有看到 對啊 你好適合代言美白的產品 開車那個是 最近是搭配了我們的新專輯 我們新專輯叫做愛極限 你們的 妳跟誰 我的啦 好客氣喔 要唱一下妳的新歌 好 最近… 最近我們打的歌叫做失眠 失眠 對 它是一個分手之後的 常常失眠的一個 怎麼覺得這一切都是在敘述 你的心情啊 可憐 我都看見他多想要愛惜他 來…唱一下… 時間萬歲 我總會無力傷悲 夢幻已成不是為了午夜夢迴 時間萬歲 證明和妳不配 感情受傷不該連累 眼圈白黑 好聽耶 妳小生女生訪問完出生就不用了 沒有 要問一下啦 我最近也沒有人追 對… 沒有 要問你這個 應該要問你 你同時追幾個人 應該有幾管局的人在追你 幾管局 最近想要出個唱片 翻唱一些比較紅的歌曲 比如說什麼 是不是這樣的夜晚 你才會這樣想上廁所 那是什麼 小姐 這是我的尿片 這個有沒有會紅耶 真的 唱歪歌…對不對 戴佩妮小姐 好 你們現在真的好 好可愛 來唱一下妳新歌好不好 新歌叫兩男 然後我必須要講一下 其實現場除了新加坡的 還有很多馬來西亞的朋友 對…還有馬來西亞的朋友 對不對 佩妮的這個對不對 家鄉 然後我的新歌叫兩男 兩男… 我說去一男聊一男 怎麼辦 怎麼辦 有些話只能偷偷拿出來 紀念遺憾 我說愛已難 恨已難 分作兩班 有些人注定和寂寞相伴 好聽 整個都成熟了耶 我剛剛聽她在唱的時候 我突然間有一個畫面呈現 什麼畫面 有我一個老朋友 她講過一句話 她說每開一張票子出去 就少了一個朋友 剛剛聽她在唱 那個五聲音階的音韻裡面 跟她的相貌味道 像不像梅艷芳 對耶 她的男性是真的有人跟我 有人有講過我下面也有 不用嚇到好不好 沒辦法多了不起啊 親愛的人 親密的人 而且妳的唱腔也有一點點 就把它復古 其實有像他 對 可否為我們唱一下親密愛人 讓我們回味一下 親愛的人 親愛的人 親密的愛人 好像喔 然後 謝謝妳 謝謝妳怎麼長的時間 陪著我 親愛的人 親愛的人 親密的愛人 親密的愛人 謝謝妳怎麼長的時間 陪著我 現在鬼打牆 都同一句耶 親愛的人 親愛的人 親密的愛人 謝謝妳怎麼長的時間 好啦 有感覺… 所以我們今天這一集 是要走靈異故事的路線 沒有… 這意思嗎 沒有啦 新專輯叫原諒我 就是這樣的女生 原諒我 好 再來是我們張蓉蓉小姐 歡迎 大家好 有新戲要介紹是不是 聽說妳是那個 那個國片一姐是不是 對…拍了好多這個國片 就是 淼淼也是妳 對… 這個厲害 還有另外一部叫什麼 那個長片是羊羊 那個八月會上 羊羊 對 妳怎麼都拍兩個簾字 是這個一樣 是那個一樣嗎 今天來我們中視應該很快 會拍到旺旺了吧 這個最近要上的這個電影 介紹一下啦 她就是一個 就是全台灣 就是一個混血女生 然後全台灣都是第二名的跑者 然後經歷了一些感情 家庭的事情 就阿甘嘛 阿甘正傳 阿甘正傳 她是跑全美國到處跑 她要把她的精神傳遞給所有美人 電影什麼時候上呢 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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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技大考驗…一下 I 講話好快 Look 悲 我現在有點悲傷 笑中帶淚 好可愛喔 家裡房子燒了 房子燒了還這麼開心 崩了啦 崩了 崩了啦 不錯啊 所以家裡房子燒了 它反而仰天長笑 因為那個老房子嘛 要投保 投保六千多萬 對 謝謝 好了 再次歡迎他們 馬上進入咱們第一單元 真的假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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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來歡迎來到我們現場第一位的 王偉貌 歡迎 歡迎 王偉貌 歡迎在台北人 歡迎 歡迎 小心 你穿拖鞋難怪會絆到 這位年輕人 你來就算了 還穿拖鞋 還自己沒站好 不是我故意踢到你的 來… 好和善喔 你講的 來 睜開眼睛跟大家say hi 大家好 睜開 你沒有誠意 你根本沒有在睜開 極限… 幫忙… 好 善意跟大家問候開始 預備 預備 請 大家好 你看這樣有精神多了吧 講出他的名號來 你們會嚇得人屁滾尿流 他竟然是全國琵琶冠軍 真的還假的 真的看不出來是個農夫耶 農夫 琵琶為什麼要放屁 我是種琵琶好不好 你是演奏的琵琶還是吃的 演奏的琵琶 演奏的琵琶 對啊 和男生彈琵琶很少耶 對啊 不多 當時怎麼會學這個 當初就家裡 家裡也有人學樂器 所以我就跟著也學了樂器 但我選擇了琵琶 輪子要學很久 輪子 對啊 怎麼輪… 就這樣輪 這樣有什麼特別的嗎 來… 你真的有學琵琶 這個應該是色胚吧 那是你好不好 我到我的手上 你超適合演這種角色 真的 你搞不好可以進好萊塢 然後專門演變態會紅喔 演漢奸跟賣國賊這樣 像話 你很清楚自己的戲路 拿到的那個全國冠軍是怎麼樣 那個比賽是先有每個縣市 先有人出來 就是先有一個出賽 出賽之後 之後才有第一名 各縣市第一名才進決賽 然後最後 大概我們隊友十個 十多個 有幾個男生 就我一個 而且他一個人幹掉全部的女生 這個還假的 對啊…真的 國家音樂廳舉辦個人演獨奏的機會 國家音樂廳在哪裡 在那個中正廳 哪裡啊 左邊啊 右邊啊 左邊 他曾經演奏會裡面 為了要表達對琵琶中西合璧的概念 自己做了一套服裝 是什麼樣的服裝 該不會是蜘蛛俠吧 彈琵琶 沒有啦 就是一件 還是一般中式的演出服 只是比較誇張一點 怎樣誇張 就是他是整件是秀一隻鳳凰 然後是拆開的兩件事 你應該沒有女朋友嗎 沒有啊 一隻鳳凰 因為我另外一個好朋友 是女生他刺龍 對 然後我就跟他人家開起來 如果我是女女朋友 應該不會准你穿那樣 男生要穿個龍嗎 因為我最主要是跟我同學 朋友配一套這樣 對 這個厲害了 後來聽說老師跟他講說 今天比賽這套服裝 以後都不要再穿了好不好 就走 怎麼會這樣啊 但是我們系主任就知道 沒關係 妳還在穿吧 就這樣上去了 系主任喔 所以這個很可能是真的 有什麼問題想發問的 來… 琵琶的四根弦的定弦是什麼音 這個可以不用回答專業問題 好 你告訴我們是哪四個音 應該拉米… 拉米…對… 這我回答就好 真的嗎 專業問題 很想裝懂耶你 琵琶四條弦有用鋼弦的嗎 有啊 尼龍弦的嗎 也有啊 琳龍弦的嗎 有 琳龍弦正在友台當評審 我問你最擅長的曲目是什麼 春江花月夜 你怎麼一直在春江回答啊 還專業嗎 專業部分他不能回答 你讓他講一下啊 春江花月夜也還滿喜歡的 真的喔 你講一下 這個我 我告訴你 我男二中的時候 我就是國樂社彈琵琶 後來才被淘汰去拉閣湖的 你彈棉被吧 對啊 彈棉花 春江花月夜真的有這個嘛 來…Penny… 我一直很好奇 就是彈琵琶他們的那個指甲 請問那個長長的指甲 是什麼材質 不行啦 你怎麼會斷啦 揍你耶 嗯 我們那個是尼龍或者曬露露 曬露露 曬露露什麼 曬露露 曬露露 對 你有用那個指甲抓過癢嗎 這一定有的嗎 一定會啊 好不好用 曬露露 好啦 那就這樣啦 好不好 旁邊休息一下 黃偉茂是罕見的男性琵琶演奏者 還曾擊敗眾多對手拿下全國冠軍喔 嗚 你酷斃了 歡迎第二位 蘇紫婷來囉 歡迎 歡迎蘇紫婷 好可愛喔 謝謝 憲哥是不是你女兒啊 跟你穿得很搭耶 親女裝 好有默契喔 有沒有看到 不錯 還有一個 跟大家說哈囉啊 哈囉 就說哈囉 對 跟大家說六次哈囉 哈囉… 哈囉 不錯… 跟大家說十次保鏢 保鏢很快的 預備 請保鏢… 預備 起 保鏢… 保鏢… 不要接不起來 你上次學到一個 憲哥你 你可不可以講從初一吃素 講到初十吃素 你可以嗎 我…對不對 你可以講得很六嗎 我都要配合你 我是個白癡啊對不對 初一 初四 初二 初四 初三 初四 初四 初五 初四 初六 初四 初十 初四 長得開心了嗎 初速了 好開心喔 終於 終於初四了 來啦 但理會的不是這個啊 理會的是爬練道 妳是國小韻律體操 六面金牌的天后 真厲害 哪六面 有神 有環球棒徒手 當時為什麼要參加體操隊 因為看到表演 然後穿得很漂亮 很漂亮 可是練那個很辛苦耶 辛苦啊 很多小朋友練都會哭 對啊 妳也有哭對不對 妳有哭嗎 有 妳這個聽說每天都要練習很多小時 練上幾十遍這樣子 然後妳不順利的時候妳會怎麼辦 她是說有沒有什麼事情 可以鼓勵妳的 她會看那個蘇立文 那個踢跆拳道的新聞 真的 妳有那個簡報啊 妳也太成熟了吧 看那個妳會怎麼看 會拿出來讀一遍嗎 就會看然後一直笑是不是 不會 不會吧 不會 不會 那覺得她很勇敢對不對 就像她學期 妳也要有更勇敢 對 對不對 妳看著看著會不會哭啊 不會 不會 所以現在已經拿到六面金牌了 好不好 再加六面 再拿六面 妳就可以贏過一個人了 誰… 岳飛 對 她當年勤快連下十二道金牌 不要鬧 新加坡馬來西亞朋友不知道 這兩個人死去死去 他們應該很早就知道了吧 那個惠心姐姐 好像以前也練過這個對不對 她是芭蕾 芭蕾 對 我是練 體操芭蕾嗎 妳現在傷好了嗎 沒有 我沒有練體操 可是我一直很想練體操 對 妳不行啦 妳的身材不行 為什麼 那胸部不能太大 真的啦 可是他們是因為從小練 所以胸部變小的 沒… 練體操會 那個要看她的家裡 有沒有這個太大的遺傳 我想是真的 像蘇聯他們在選這個 就要高挑型的 對… 對… 高挑可以有胸部嗎 就要平 要平 她才不會有阻力 對…會有阻力 妳們兩個很好耶 妳們兩個很好耶 所以有一個 我如果可以在那個體操界 拔得頭球 真的 妳再長高一點 其實也可以拿到第一名 真的會變成阻力太大 就不行了 小時候他們 因為以前國外選選手 小時候就會量她的腿長 然後看她的 有沒有這樣的那個 沒有 還要看家長 對 手的長度腿長 對 因為她遺傳 甚至像蘇聯來講 她是要看網上的三代 三代 如果是上 就比如說我的爺爺奶奶的 主婦主母 已經過世了怎麼辦 不是 有資料啊 有資料啊 她的關落因 二樓私人集體關落因嗎 因為為什麼妳知道嗎 不是這一代 很多是隔代遺傳 所以 對 妳問那個 像憲哥 大家都說憲哥不高 其實憲哥不是隔代遺傳 他是隔壁遺傳 什麼意思要隔壁遺傳 隔壁遺傳 所以妳的 妳才隔壁遺傳耶 這樣的話 對不起 對啊 妳問那個馬格力特 憲哥的親爸爸是隔壁老王 我本來姓王的啦 就是王宗憲 什麼問題 有時候體操就是感覺要撐很多東西 請問妳可以做伏地挺身嗎 可以 厲害喔 好不好 因為他現在穿這樣完全看不出來 真的嗎 OK的話等一下 他的肌肉是肌肉就是運動型的肌肉 然後有黑青腳 腳上有黑青 那被罰跪啦 沒有啦 沒有問題 好 來 旁邊休息一下喔 年僅11歲的蘇子婷可別小看她喔 她可是拿下了全國六面金牌的 體操小精靈呢 歡迎第三位來到我們的現場歐俊 歡迎 我的天啊 叫歐俊 歐俊 三十八肺 下巴一束毛 跟大家說哈囉一下 大家好 我是歐俊 聲音好好聽喔 很特別 聲音好好聽喔 他這個會不會一說話就露餡了 你本身是從事 我從事第一個配音的 配音的 配音的 是 那為什麼不配羊呢 喂 聲音的音啊 配音啊 對啊 各位 他廣告作品他配過上千部 上千耶 有哪一些人的 講來聽聽看 像那個金城武的那個 如果愛或者是那個廣告 廣告一些這個就是中華電信 所以你也配電影就對了 電影也有配 對 也有配 好不好賺這個行業 這個行業起伏比較大 但是就是說要待得久 你們都是出海到外面去 不是 不是 因為起伏太大了 我就配了 我的起伏 因為他是靠健康 起伏 哪來的起伏 還有些鬼了嗎 因為這個根本是假的 對 搞不好那胡子就假 就他現在就起伏了 一直在聊天 奇怪耶 認識你十幾年 還是轉過來會嚇到 搞不好這個胡子都假的 你老人小孩能配 還能替動物 狗 仙人掌 香蕉 沐浴乳也能配 你什麼案子都接 當然啦 有錢賺怎麼不接 沐浴乳怎麼配 沐浴乳 行… 不是啦 要不然怎麼配 他不是配 他是配沐浴乳的那個廣告 不是配沐浴乳那一瓶 沐浴乳是嗎… 對啊 如果配香蕉 趕快把我剝開… 剝開 我把我吃掉 喂 哪裡有那種廣告啊 對啊 不然他在那邊講 好可怕喔 所以這個人 動物 然後非生物你都可以 是 但是就是說 是用泥人化的方式 其實就像NONO剛剛講的那樣 一個方式 他有八字真言 是廠商喜歡他的秘密武器 八字真言 輕重緩急 陰陽頓挫 輕重緩急 講話 很重要 對 要輕重緩急 陰陽頓挫 然後喬舌音 然後配音的時候 這些都要很講究 糟糕今天三個都是真的 對啊 沒關係 還有一個對不對 輕重緩急 來…有什麼問題 想問 我想請問您 您那個 因為妳的嘴型 嘴的樣子跟一般的不太一樣 就是 他這樣有不禮貌的感覺 對 那個純粹是專業性的問題 是… 你家介紹牙醫是不是 你在發生的時候 這個問題是這造成你的優點呢 還是說你有什麼缺點也要克服 是吧 會漏風還是怎麼樣 還不至於到漏風 但是我覺得 就是似乎有幫助 有幫助 有幫助 因為OK 你如果漏尿就比較糟糕 對 那是聖輝的問題 對 憲哥一直有漏尿的問題 但現在解決了 下一位 你有配過很多連續劇嗎 有嗎 連續劇有配很多 有配過日劇 日劇 有沒有 日劇 韓劇有沒有 韓劇沒有 洋片有沒有 洋片有… 洋片也有 對… 真的嗎 那你英文OK嗎 因為我把它變中文 洋片也有這樣 其實現在的電視劇電影就是 講話其實都是比較生活化 我可不可以聽你就是 像我們這樣子講話試試看 如果要配一個年輕人的說話版本 而且要Rap 對… Rap Rap 打這個… 打這個… 不是啦 我叫你配 你怎麼會變Gay 你怎麼會變Gay 不是 他在配真太子 你不要嫁給我 不是 因為在國內的環境 幾乎一個人都要配七 八個角色 他會一直變化他的聲音 一定要 一定要變化 好了 只能溫到這裡了 旁邊休息了 有著Pay界九層五層號的歐俊 遍過上千隻的廣告作品 他可是什麼都能配喔 再來是我們朱時辰 來囉 歡迎 今天四個都是真的來 歡迎朱時辰 47歲 猴人 厲害了 那麼台灣職棒 我們每次出去比賽的時候 都會唱他們的主題曲 什麼 燒肉粽啊 燒肉粽 是燒肉粽 網路賣粽子一天 一天 各位一天粽子可以賣幾顆 一天可以賣五萬顆 這麼好吃 五萬顆 喂 他的粽子有何特別 竟能如此的賣 日賣五萬顆粽子墊 用料超豐富 我想請問你喔 就是說你從以前到現在 然後你這麼成功 現在做得這麼好 你覺得你制勝的關鍵是什麼 用料實在 然後我一直去研發我的 我的缺點在哪裡 研發缺點啊 不是 我這次飯收掉了 我下次要放得更爛更臭再包 他漏沙粽子 他裡面就真的放沙 我猜… 我猜… 網路賣粽子一天 一天 各位一天粽子可以賣幾顆 一天可以賣五萬顆 這麼好吃 五萬顆耶 對 端午節 端午節英文怎麼說 端午節 好 端午節 端午節其實我不知道英文怎麼說 端午節 Dragon Board Festival 對 農舟… 農舟… 沒關係… 不… 真的嗎 你住過德州嗎 我就是住德州 就好 對啊 好 我喜歡一天 一天賣五萬顆 粽子 看你像個出家人 不會來節目騙人吧 不會 滿面油光耶 所以從你開始就做餐飲 你就在做粽子嗎 對 我賣粽子賣了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 來… 哪一區賣 二十一年 在中正區 中正區 你問一天五萬顆 這是最高紀錄 對 這最高紀錄 這個就是五萬顆的紀錄 就是在端午節的前一天 這個量最大 就是最大量的時候 對 就是門市跟網路賣的量 總和加起來這樣子 也有網路 五萬多顆 那有什麼口味呢 有二十幾種的口味 二十幾種 你唸快一點 等一下 只有六秒時間 預備 7 一口中 鮮肉中 豆沙中 澡泥中 台灣中 南部中 時間到 時間到 只有六種 因為你自己給他六秒 好…再給你六秒 那個粽字不用唸 好 台灣 那個粽就不用唸 預備 開始 快點… 台灣湖州 鮮肉 豆沙 扎娘的 火腿 真的只有六種 他媽媽覺得很卡住耶 我們越趕他越害怕 我有點懷疑這個賣粽子 一天五萬顆你們覺得可能嗎 對不對 它的潮州粽是不是 什麼粽 湖州 對 湖州 湖南的粽子 是湖南粽嗎 湖州這個地形是在江浙這一帶 江浙這一帶 對 就是出粽子 它就是一個粽子 然後裡面只有一塊肉 甜的就是一個豆沙 真的耶 我是不是行家 是的… 賣這個湖州粽的話 也會賣那個油豆腐粉絲 我們是在市場裡面賣 不過講兩句你就說是就好啦 是不是這樣 是… 幹嘛逼人家 司馬中原 任立於范可卿等名流 都常去你們那裡吃 是真的嗎 真的 這個絕對不是吹牛的 他們去你那吃了多久 就是我們那個都做外帶的 對 都做外帶 所以不能現場吃啊 有啦 還是有啦 還是有 對 還是有 為什麼你們這麼會包肉粽 因為我很用心在包 還有賣一顆250塊 重達兩台金的超大粽子 對啊 裡頭包什麼 250塊這麼大顆耶 那250塊這麼大一個 裡頭有包干貝蛋黃 干貝蛋黃 燒肉 對 料也比較豐富一點 料比較豐富 那個是港式的果真粽 對…這個看起來又不像假的 來…小剛老師 我想請問你 就是說你從以前到現在 然後你這麼成功 現在做得這麼好 你覺得你制勝的關鍵是什麼 然後我一直去研發我的 我的缺點在哪裡 研發缺點啊 不是 是改進缺點 改進我的缺點在哪裡 對… 經歷… 我再次飯收掉了 我下次要放得更爛更臭的 在那裡包嗎 豆沙重 那裡面就真的放沙 用沙 這樣就豆沙重 這要有丟什麼 對啊 減重去減人家的喔 減重 減重的 來 減重 你的員工有幾個 平常大概有二十幾個 如果年節的時候 我會請一點加碼 對… 都可以請到四十幾個 他們一個小時可以包幾個 一個小時以正常的數量來講 一個粽子四十秒 好 這樣很快耶 這隻包到很熟了嗎 四十秒包一個粽子 四十秒一個 好不好 讓你吃 今天四個都真的啦 要問專業的 剛剛問你員工有幾個對不對 對… 請問你 OK 沒有 怎麼會回答 老婆有一個 但女朋友有很多 人手不足啊 對不對 你的肉粽是用生米 還是熟米下去包 漂亮 湖州粽的話是用 北部粽的話是用熟米 有這個差別 對 油 生米跟熟米的差別 生米跟熟米它的米不一樣 我們如果是用熟米包的話 就我知道 我就口感 熟米包的話是用長糯米 是… 長糯米 生米包的話是用圓糯米 錯錯了 大哥 所以你這個外行 熟米的話 怎樣 熟米的話 女方家長非得要答應 對… 因為已經煮成熟飯了 然後生米的話一看還沒有被破功 還可以帶回來 你就只會想著這些 我有三個人嗎 在擔心是不是 現在就是網路的部分 妳是熟米還是生米 生米… 生米… 再來 有在組嗎 有在組嗎 臉紅起來喔 她說生米 在臉紅喔 對 我 還沒泡水 我要問問題了啦 好 我要問問題了 請問那個 你們那個網路訂不是要宅配 因為粽子要熱 不能就是冰凍 怎麼樣保持它的那個新鮮度 新鮮度 我們都是跟某宅配公司合作 沒有 他們全台北 全台灣都有 不是 他們很特別 連外島都可以宅配 A貓宅配 他們是把料送到那個人家 然後坐在他們家包 所以師傅也會跟著過去 好 都問完了嘛 旁邊休息一下 朱石成的宗子 不但是去年網路票選的第一名 最高紀錄一天可以罵出五萬顆呢 天啊 參賽者的時間又到了 四位來賓夾雜著一位說謊的人 究竟是誰呢 大家一起來猜猜看吧 到底他們四位當中誰騙了我們 今天四個人感覺好真實 到底誰騙我們呢 小剛老師李千娜 1號 對 我覺得1號 為什麼 因為剛才你在問他說 他是最真的耶 你想想看 琵琶那個 琵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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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是誰呢 因為你跟他說 你會不會彈輪子的時候 我看他手伸出來 太胖了 不太像 輪不動 不靈活 不太像 比較像輪牆的 叮噹叮噹叮噹 不像 不太像 來… 1號 Oh my God Oh my God Omega 我本來有想可能3號 可是 我聽他的聲音又很像 很像真的配音 7是 我覺得是3號 2號 為什麼 因為他的聲音辨識度太高 有道理喔 因為配音其實就是 他是要進入那個角色 才變換那個聲音 因為他的聲音一出來 大家會覺得好像怎麼配都一樣 我選4號 4號 賣粽子跟馬哈拉 不是 他感覺真的很像 但是這個也很容易背跟裝 我覺得他是喜歡吃粽子的人 他不是真正的老闆跟 他只是真正的愛吃粽子 或者他喜歡包粽子 來…容容 容 我覺得是1號 1號 因為剛剛Penny在講4號的時候 他的臉上露出了很詭訣的笑容 但他尖嘴喉塞長得像琵琶鼠耶 琶琶鼠 OK 沒想到男性琵琶演奏家的情景 竟然這麼大 究竟騙人的人是不是他呢 快來看解答囉 各位 有三位都選擇1號 有一位選擇4號 有一位選擇3號 到底我們正確的答案是哪一位呢 到底他們四位當中誰對我們說得謊 倒數6秒 說謊的人給我下來 謝謝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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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錯了 張榮榮小姐 那不可能 瘋女18年 我以為是3號 騙人者的車樓庫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騙人者的車樓庫 Nono把你的原因理由再講一次 說得真好 我是說因為他的聲音辨識度太高了 我覺得他本來就是 他可能從事相關的行業 我是那個舞蹈老師 太高本差了 你跳什麼舞啊 你跳什麼舞啊 我該不會跳土豐舞吧 土豐舞沒有啦 什麼舞什麼 我現在在教國標舞 國標 來 老師啊 來一個國標 來 麥克風拿著 Pango 來 那個恰恰 要表演要加5千 加5千 是不是 OK 沒問題 我們等一下會幫你出來 怎麼可能 完全不像 變鬼了 怎麼突然這樣 你相信嗎 你也是活動 莫名其妙 明明是來一個 有奇怪的感覺 Oh my God 好厲害 好厲害 現在他這麼狠 Oh my God Oh my God 跳起舞來好像菜頭 他的舞步真的好像菜頭老師 Yeah… 好厲害 真的 真的 你看老師 你看 你看他轉頭有多狠嗎 對啊 真的 他跟菜頭學的 所以你本身是舞蹈老師的對不對 是… 現在在義打球 好 來 謝謝我們老師 謝謝… 肉粽是真的 Yeah 有東西可以吃 今天可以吃肉粽 上… 一天賣5萬顆耶 一天賣5萬顆的粽子 各位晚餐有著落了 這是我們店裡賣的 最大顆的一個粽子 粽王 對 果真粽 港式的果真粽 這個果真粽…果真粽 果然真的很粽 一顆就是有兩台筋 對 兩台筋 Oh my God 也有真粽的意思嘛 保重的意思 還有這個豆沙粽 是我們網路票選第一名的 有 那一定要來試試看 這個就是豆沙粽嗎 憲哥 這個 胡宗粽 憲哥 許慧欣說他餓了 餓了是不是 OK啊 好好 這看是火腿鮮肉粽 火腿 對 火腿 火腿 這個是蛋黃鮮肉粽 各位 就站在那邊看不很難過嗎 對不對 對啊 不如這樣 好了 我們吃給妳 好 一起來 一起來 來 這個是鮮肉粽 鮮肉粽 這個蛋黃鮮肉粽 真的嗎 你的肉好嫩 他的肉好嫩 不是說裡面包的肉很嫩 來 我想要整盤帶回家可以嗎 對 你以為我不想嗎 我們現在到他們工廠去看看 好不好 到我們的老闆那邊 來 超美味 大流口水的粽子來囉 不論你愛吃哪種粽子 這位快手先生包的潮州粽 你可千萬不能錯過 我們做到好吃的病情 就是在糯米 糯米讓我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下去找 後來找到鎖水溪的鹽糯米 這個糯米吃起來比較年輕 然後粽子口感吃起來比較好 除了這踏破鐵鞋 才找到的原糯米之外 紅豆內餡是選用屏東的紅豆 慢火煮成泥 再加上糖與豬油拌炒四小時 才能完成這讓人垂涎三十的 超夢幻甜粽 除了這赤紅粽之外 還有一片豪賣五萬顆的鮮肉粽 這鮮肉粽的肉 我是選用屏東的 三天的梅花肉 這個梅花粽不會太一色 也不會太硬 有一點花花的 吃起來那個口感好 對 這用料簡單的鮮肉粽 其實裡面大有學問在 因為老闆還將糯米 用獨焖醬料醃製兩小時 讓粽子吃起來更香氣十足 他也因為這熱賣到 天荒地老的潮州粽 練就一手包粽不眨眼的功夫呢 好 粽子王果然是快手 四十秒便包完了一顆 完美的粽子了 煮粽子是很辛苦的 我們粽子的話 都是現泡現煮的 然後這個鍋子 這個火都不能一鍋接著一鍋 這裡面是又悶又熱的 但是看到客人吃了 我們的粽子好吃 我就感覺很開心 這一顆顆用心製作的粽子 是否已經讓你的胃蠢蠢欲動了呢 但是 為了你的身材著想 千萬別失心瘋吃太多 而且這樣很容易胃脹氣的喔 吃完粽子 來聽聽動人的琵琶演奏吧 厲害了 這位帥哥果然有沒有看到 大家看到 他這個角度有沒有 油爆琵琶半遮面有沒有看到 千呼萬喚使出來 不是那個使 有沒有看到今天要帶來這個琵琶 我們這行家對話 你們可能不甚了解 真的嗎 這一看就知道北京製的對不對 這個琵琶 對 喂 第一個曲子要彈的是 琴勇 琴勇 這是一個慢的曲子 這個真厲害 來…琴勇 琴勇先來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 是看到鬼喔 你看他 你敢不敢過去 無他的他 不行 對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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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感覺喔 掌聲鼓勵 好有感覺… 好帥喔 這個是大師級才有辦法彈秦勇這種曲目 你知道嗎 這難度很高 有沒有 你要用心去欣賞他 對啊 他感覺在另外一個境界裡頭 老師 我們突然間有一句話想問你 對啊 沒有 那難度那麼高 再來一首 純薑花月也不錯 彈一個 彈一個外國的小品 外國的小品 什麼用琵琶來彈 琵琶也能彈外國小品 來…試試看… 彈一個大黃蜂 大黃蜂 預備 起 大黃蜂 好 大黃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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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喔 手指動力好多 這個厲害 有沒有看到 人家說熟能生巧 百戀他就能夠成鋼對不對 這位弟弟今年才21歲對不對 年輕… 還沒有交過女朋友 前途不可限量 會不會排斥跟夏威夷的朋友交往 哪裡有夏威夷 這樣 你以為琵琶只有女生可以彈嗎 你以為只有王昭君才能彈出 琵琶的淒美哀怨嗎 他從九歲開始學琵琶 十二年的光陰讓他練就了一生好情意 不僅在去年擊敗了一群琵琶妹女 奪下全國音樂比賽的特優最高榮譽 更在國家音樂廳舉辦了個人獨奏會呢 這是我平常練習的琴芳 我大概每天都會在這邊 大概六個小時左右 有時候我練累了 我會跑去別的地方 跟我不同樂器的同學一起合作 出發我們的壓力 接著尾茂要示範高難度的琵琶指法 接下來我要介紹一個最複雜的組合技巧 它要用上像左手的按旋 按旋的同時還要撥旋 那右手的技巧呢 就是除了彈挑最基本的指法之外 它還要一直用上中指 然後一起結合它 所以它的複雜度是最高的 就像剛才一般觸動的 不停的 也很難合覆 好像是很難合理的 沒有出發音 只要努力練習 每個練習都可以學得很好 別走開喔 請曹小精靈的表演 下一個登場喔 好漂亮 漂亮… 拋接 哇 接得太準了吧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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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來看看擁有金牌 加值的體操表演吧 歡迎舒子婷 Yes 哇 好厲害的小小體操選手 好厲害喔 哇 妳看 欸 面帶笑容好可愛喔 對啊 她真的很享受欸 還是逃敵耶 好厲害 練這個很辛苦的你知道嗎 非常 哇 好順喔 厲害… 隨時都可以翻 天啊 天啊 可愛喔 哇 好漂亮喔 漂亮… 拋接 哇 表演起來 覺得這妹妹很漂亮有沒有看到 對啊 而且她真的很享受在體操當中 是 她那個腿怎麼這樣 啊 哎唷 哎唷 哇 接得太準了吧 哇 都沒有掉耶 可以對折了耶 終於掉了 有沒有看到 來 掌聲鼓勵 好棒喔 好棒喔 這妹妹很棒耶 有沒有看到 這個我跟你講 就是一點一滴這樣累積出來 對 我跟你講 這不靠練是沒有這種程式的 人家說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還有其他的好不好 他因為六項都是拿金牌的 對 好 在那邊 有胡蠟圈 還有那個…彩帶 耍圈圈 來 好可愛… 好厲害喔 怎麼會折耶 天啊 她… 她最厲害就是腰花好軟啊 折下去 來… 把她兩個胡拉棒… 很難耶 拜託 好巧喔 變雙結棍了耶 那個朝天凳是直接上去的 對 感覺她會飛耶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太棒了… 太棒了… 好 來…妹妹乖… 看她這個表演真的是很辛苦 感動啊 有沒有看到 我從小學一年級開始練韻律底卡 每個禮拜都要練六天 每天都要接受嚴格的訓練 韻律體操選手的訓練 可不只是辛苦兩個字 可以形容的喔 當她要接受激勵鍛煉的時候 除了要做艱難的動作之外 同時還要綁上兩公斤重的沙袋呢 這樣的訓練還不是最辛苦的哦 在我的訓練中我最害怕壓腿 在壓腿的時候會被壓超過180度 而且要持續兩分鐘 在這個項目中我常常會被壓當空 有一次還不到三小時 放鬆 放鬆 要接受這樣日復一日的魔鬼訓練 沒有過人的毅力 真的沒有辦法撐下去呢 不過要小小年紀的子婷 乖乖接受這些嚴格的訓練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 只要當老師一不注意 子婷就會找機會偷懶 而練習不比其他隊友認真的子婷 為什麼比賽成績會是最出色的呢 子婷算是一個少見的像是比賽型的選手 因為一般的選手都比較容易卻懲 那可是她雖然平常有點練習偷懶 那只要站在比賽場上呢 就是會全程關注 不會像一般的選手會容易緊張啊 卻懲 因為這個關係也讓子婷 在全國運動起操錦標賽中年級組 得到六面金牌 接著子婷要秀出她的精采 運動起操項目囉 現在也準備好了 排斗 contract increase 操 bure 讓你說 替你 乞 以后会更认真练习当上国上 为台湾出国际下 神不可貌相 好 厲害了 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叫做 就是爱搓 搓… 麻雀公主 麻雀变皇后听过 麻雀公主就喜欢打麻将的人 没有 是要帮这个 一个线上游戏找代言人 现在代言线上游戏很容易红 你看瑶瑶 同言俱如 沙很大 然后那个酥酥有没有 咚咚咚咚咚 没有 因为童言俱如已经红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找 俱人俱如 對啊 像话 好 趕快来看看我们今天的 麻将公主传奇 仅有四分之一人口会打麻将 因此许多厂商也纷纷研发出 麻将相关的游戏来吸引玩家 拖麻将闪亮代言人选拔活动 自开始以来造成了热烈的回响 总共有八百多人报名参加 第一阶段的网络票选 活动网页的总浏览人数 更突破了一百万大关呢 而网络票选的前四十名美少女 就可以参加试镜会 我们将在这四十位美少女当中 选出前五名进入最后的绝选哦 今天这五位经过严选的 麻将美少女来到了我猜的现场 她们将在节目中展现 靓丽的外表与精彩的才艺表演 而第一名不仅能够获得高额奖金 更能够成为搓麻将 年度游戏的代言人哦 到底哪位美少女 能够成为二十位游戏玩家 新闻中最佳的排搭子呢 就请观众朋友们 睁大眼睛一起来猜猜看喽 一起来欢迎第一位小白 来咯 欢迎 欢迎小白 他十三岁163 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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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将美少女专长含很大 当初游票选一个游戏 然后她是棒棒堂女 所以就是宅男都比较喜欢 三个策略就是甜美 无辜跟性感 甜美先好 甜美 性感 7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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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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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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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可不可以成为新一代的线上盖炎呢 真材好好喔 滿幽的耶 他整个长相跟頭髮的长度 颜色 還有妝各个方面就是宅男的最爱 這個是熟男終結者 來 跟大家說 憲哥好 阿雅好 我是小白 為什麼叫小白 因為我名字有個白字 幾歲開始打麻將的 大概國小一年級 國小一年級 跟誰學的 跟奶奶 奶奶每天都在打麻將 奶奶本身有抽頭嗎 對 奶奶本身是主頭 不是啦 她很像的 奶奶 奶奶會看我們節目吧 IQ不錯 奶奶會 奶奶現在還打嗎 奶奶 奶奶在打 所以你看有家裡的人這個耳濡目染 她肯定是厲害的 許多代言人都有她的蹤跡 所以曾經靠著韓很大拿下第一名 什麼跟什麼 韓什麼跟韓 就是當初郵票選一個遊戲 然後她是棒棒堂女郎 所以就是宅男都比較喜歡 三個策略就是甜美 無辜跟性感 妳抓住了是不是 我抓住 我抓住 她沒有自信耶 所以她抓住那個感覺 我可以示範一下妳 真的嗎 有棒棒堂嗎 韓很大 對…我先看一下那個Q版的 來 預備 Action 這是甜美嗎 其實不錯耶 有沒有… 有… 有拿到那三件 有沒有 沒有說清楚 對啊 妳看看人家怎麼喊很大 這個方向來 預備 Action 甜美先喊 甜美 好 性感 性感… 性感 你那招是什麼 她就看到她 她給我夢了 她自己的嘴嘴…扯下來 很好啊 這很好啊 應該是在刷牙吧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什麼 無辜… 預備 起 女生應該想飛踢妳吧 有沒有想要飛踢她的感覺 女生有對不對 這個就是瑤瑤的嘛 對不對 聽說有人砸大錢買名車送給她 買鈴車送給她 名車啦 鈴車 當初她是接 接閃場 廠商的老闆的兒子 小開 對 然後我們就聊MSN 我大概認識她不到一個月時間 然後她就 無意中聊到車子 我就說我喜歡Mini Cooper 然後結果有一天 我們要出去吃飯的時候 她就開了一台Mini Cooper 妳已經跟人家去吃飯了嗎 沒有 就是不只我們啦 去吃飯就有車子喔 她就直接開Mini Cooper過來 我以為是他們家的車子 然後結果後來她就把鑰匙給我 我就以為是要我載她 她就說送妳 什麼趴車 準備一下Freestyle的表演 Let's go 小白為大家帶帶舞蹈表演 性感喔… 這個有機會贏 東區 東區來了 Yeah Yeah… 東區一批狼 Oh my God 你也需要我 東區粉圓來了 憲哥你賺到了… 我還好 心盡如水 這個畫面叫老人與少女 寶貝 爸爸這麼做還不是為了這個家 乖 寶貝 爸爸只是逢場作戲 像話 還逢場作戲耶你 對啊 這真的 不錯啦…很有味道 好 旁邊休息一下 謝謝 厲害了 一起來歡迎我們莎莎 歡迎 歡迎莎莎 24歲 158公斤 40公斤 好甜美喔 愛麗絲嘛 好甜美喔 那五官好立體喔 就是愛撥 麻將公主 妳好啊 主持人好 現場來賓好 還有電視機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莎莎 莎莎155公分啊 對 號稱吧 沒有啦 妳應該是有加這個小帽子的高度 沒有高跟鞋 152吧 有啦 有嗎 有 但她三圍很是嚇人 有沒有 她40公斤 三圍多少 跟我們報告一下 3 2D 厲害耶 然後腰圍呢 24 24 她也是國小就跟大人並坐在打 妳有戰袍嗎 戰袍 我們會有戰袍 紅內褲 對…內褲 我是 妳不要自殺 她起來很恐怖耶 妳那是要鎖病的嘛 對啊 人家輸了以後直接 那命來 端正存那命來 誰還我 幹嘛 就是你在鬧 那麼被搭訕男生不停的糾纏 個性火爆了她 直接打電話報警 路人有時候都會說 小姐…我可以跟你做朋友嗎 就是會拍肩膀的那一種 我一開始都會先 不喜歡人家拍肩膀 很不喜歡 那拍肚子可以嗎 小姐… 然後我就想說一開始就先用臭臉嚇她 然後她又一直跟… 然後我就說 妳再跟 我就報警囉 結果她就真的跑了 要是我就不會 我說要是我 我就不會跑 再報警一點… 報警 妳好 把我報警 不過她曾經拍過MV 她是跟那個Machi 而且火辣 磨蹭 麻吉的弟弟 麻吉弟弟 不是說麻吉弟 是麻吉弟弟 是麻吉的弟弟 就年紀最小的 沒有加得 哪一支MV 就是麻吉的爽 有我的朋友 不會耶 不錯耶 導演吧 對啊 我跟麻吉弟弟 安排在同一個畫面 然後就麻吉弟弟在這邊 所以我要勾引她 就對她跳熱舞 可是她就變成很害羞 就整個一直這樣子 沒有 她說起來是有原因的 1 2 1 2 3 4 好大方喔 小姐 怎麼了 妳把我當大便嗎 太浪漫了 妳這次昌夷 怎麼樣 憲哥感覺如何 還OK… 青春活力 沒有教過那麼小的 妳在這邊問妳這個好不好 帶來她的表演好不好 王欣霖的熱舞 Sasa 拜拜 最後一句唱什麼 她唱現場耶 唱現場的 又是我 道具又來了… 對 媽媽是沒辦法的啊 不要一直跟你女兒解釋 好可愛喔 妳唱現場喔 對 好好旁邊休息 謝謝 謝謝可愛的莎莎 今天很有拚 因為每一個都有她的優點 絕活都拿出來了 太棒了 一起歡迎3號 蝴蝶魚 來 蝴蝶魚 真的是 很優耶 天啊 蝴蝶魚 賊男的最愛 媽媽覺得美少女 美色竟然被爸爸利用 爸爸用妳的帳號去騙裝備 爸爸在想什麼 爸爸玩很大 玩很兇 玩那個天堂 那時候很風靡那個天堂 爸爸就想說 就是好像女生角色 比較容易可以騙裝備 然後又不用花錢 天啊 那爸爸會不會 遲早有一天把妳賣掉啊 我猜… 一起歡迎3號蝴蝶魚 來 蝴蝶魚 蝴蝶魚 真的是很優耶 天啊 蝴蝶魚 宅男的最愛 宅男的最愛 宅男的最愛的 好性感喔 曲線好好喔 好會帥喔 身材好好喔 宅男的最愛 宅男的最愛 宅女神 宅… 宅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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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幹什麼 妳一出來就愛上我 我怎麼對1號跟2號交代 太近了我會害怕 是 跟大家怎樣都一樣 先自我介紹一下 憲哥好 大家好 對啊 叫什麼名字 我叫蝴蝶魚 為什麼會叫這個名字 因為我的本名就是英式很像 所以就叫這個名字 之類的 又是蝴蝶也姓魚 是媽媽教妳的 麻將 對啊 媽媽教的 她第一次上麻將桌 就輸了4000多塊 後來靠著某一個東西 才成功賴著帳 什麼東西聽起來不對勁 底帳 妳用什麼來底帳 就用眉色 怎麼用 趕快叫一下姐姐 我需要耶 沒有 就因為那時候大學同學 就大家都很無聊 然後就想說 那不然就玩麻將好了 然後我就說OK 然後我就下去玩 然後因為剛好三個都是男生 然後我就想說 反正輸了應該可以賴帳 結果沒想到輸很多 而且他們玩很小 妳講話一定要嘟嘴巴嗎 喂 對不起 妳怎麼在這裡啊 妳不經紀很像湘魚嗎 是她啦 講話嘴巴都嘟了那麼高 全家都玩現場遊戲 真的 爸爸用妳的帳號去騙裝備 因為 爸爸就玩很兇 妳爸爸在想什麼 爸爸玩很大 玩很兇 玩那個天堂 那時候很風靡那個天堂 然後我爸就想說 就是好像女生角色 比較容易可以騙裝備 然後又不用花錢 然後我爸就用我的名義 然後就去騙裝備 然後叫 就是人家不是都會怕說遇到人妖嗎 然後就留電話給別人 然後也不跟我講 就叫我你喂一下就好了 然後我就喂 然後結果他就掛掉 馬上就掛掉 然後那個人就是 他就回線上的人說 對啊 就是我 剛剛就是我啦 還這樣 沒有 然後後來我還知道 天啊 那爸爸會不會遲早有一天 把妳賣掉 把妳的天壁賣掉 爸爸平常講話有嘟嘴巴嗎 全身上下對自己最有自信是哪一部分 腿吧 腿 有腿真漂亮耶 對 真的 聽說很會拍照是不是 會一點點 五連拍來一下了 好不好 而且是S五連拍 我盡量好不好 這一招 S好 我盡量 預備 五連拍 一拍 要S喔 S 二拍 可愛 三拍 S… 四拍 一扁… 五拍 好敢秀喔 厲害了 今天要選他的是20個宅男 對 所以他這種命中率會偏高 有沒有 好好加油 好不好 來…旁邊休息下來 財產女神 高挑的來了一個了 好 第3位 四位 歡迎甜甜 歡迎 歡迎甜甜 19歲 16歲 45公斤 夢幻… 來…從台股 Yeah… 好像乾睡醒的頭髮 甜甜很甜 可是卻不會麻將喔 不會麻將 甜甜妳好 哈囉 大家好 對麻將一竅不通 完全不會打 為什麼…完全不會打 妳怎麼來 看不懂 看不懂 妳要跟大家對戳了耶 妳是不是今天來的時候 妳是不是跑錯棚了 對 妳有訴罪是吧 妳是不是要錄新聞節目 在隔壁 而且妳 妳是不是騎摩托車來 沒戴安全帽 頭髮有點凌亂 對啊 被吹暈了是不是 OK… 好…西門町的 但是不會代言也可以啦 就說她只是代言嘛對不對 對啊 不一定要會戳 曾經西門町怪叔叔殺手 捷運口30分鐘被搭訕15次 該不會都同一個怪叔叔吧 一直在原地繞圈圈 對 一直要 我一直要電話 林辰很廣 結果呢… 就是有那種感覺 就高中生未成年 也有那種阿公 然後也有那種就是中年男子 都有 聽起來好像是一家人有沒有 對 然後也也大聲 孫子 妳去阿公 妳還沒 妳也年齡啊 爸爸… 拜託 穿著比基尼去上夜店 好辣喔 那一次穿過去 結果是一個潮流的派對 然後大家 跑錯趴 很跳錯趴… 對…這個要小心耶 妳等於參加人家婚禮 然後自己披馬代笑 對啦 這是她在中午嗎 各位 才藝表演 她有超夯電玩廣告模仿 有沒有 納豆那一個是吧 對 納豆 妳很模仿納豆 馮元甄 瑤瑤 這個都可以來一下 來…模仿一下… 納豆 納豆的 聲音 拿她 她每天 預備 Action 她每天回來都打我 你看 牙齒都被打斷了 她一不高興就拿火燒我尾巴 你自己是不是很沒信心啊 其實 我們都替你汗言 其實她身高模仿滿像的 身高 但是她整個很慌一直在往後退 差很多好不好 她因為她每天都打我 一不高興就知道我的尾巴 你看她又回來了 這樣比較對 奇怪 這整個看起來 沒有 不啦 我示範給她 好啦 馮元甄 馮元甄 來 麥克風給她 Action 天天陪妳搓 這還滿可愛的 不錯 我好喜歡妳的模仿 好啦 這是我們四號了 謝謝 接下來是第五位 歡迎我們的JAMMY 歡迎 歡迎JAMMY 24歲 1號 哇唷 手衣 哇 你看那個身材 好爽 Nono是知道我是摸 我連花都摸得出來 很厲害 對 1 2 3 4 花到 梅蘭族駿 我剛剛有真的在摸 我不需要 我可以靠重量 怎麼可能 這是什麼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白皮最重 酒餅最輕 為什麼 因為白皮它沒有刻掉 所以最重 對… 酒餅它挖球的動 離球輕不輕 真的 你好細微喔 這個我都摸得出來 這什麼 大家不要打擾幸福 他現在正在 這不是白皮也不是酒皮 那是什麼 所以摸不出來 我猜… 接下來是第五位 歡迎你們的JAMMY 歡迎 歡迎JAMMY 24歲 1號 手衣 對 公斤 你看那個身材 好強喔 整個還不像 腰好細喔 這麼瘦什麼量都有 對啊 身材好好喔 今天好小喔 是…跟她說哈囉一下 大家好 我叫JAMMY 憲哥好 JAMMY妳好啊 外號鮮薄 愛打到連三餐都在牌桌上結局 邊吃邊打牌 對啊 這麼想要打 就非常熱愛 狂愛打牌 就早上起來就吃早餐的時候 就在牌桌上 中午也是吩咐人家買回來 晚上也是 連宵夜也是 妳是愛贏錢還是愛打牌 愛賭的感覺 愛賭的感覺 有準備那個便頭我們在旁邊嗎 也沒有 Oh my God 用手摸就能摸出牌 我們要不要來試試看 好啊 可以摸牌好不好 來 補一下要不要 這麼厲害 看憲哥來跟我們的JAMMY比 這個是真的要練過的 不能丟臉喔 我只要是輸給他的話 我小補好不好 各位 試試看 六條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JAMMY很厲害喔 28 很奇怪 都是耶 六兵 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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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餐 請問一下 妳可以喊完再翻嗎 對啊 喊完再翻 可以翻完再喊 教學不會啊 我真的在摸囉現在 七餅 三條 三條 我怎麼摸你出來 再來… 這一次我絕不會再錯啦 七餅 又是三條 好爛喔 好 Nono是知道我是摸 我連滑都摸得出來 很厲害 對… 一二三四話 梅蘭竹菊 你剛剛有真的在摸嗎 我不需要 我可以靠重量也可以知道 怎麼可能 那這是什麼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 白皮最重嘛 九餅最輕 為什麼 因為白皮 它沒有刻掉嘛 所以最重 對… 九餅它挖球洞 你說輕不輕 真的喔 你好細微喔 這個我都分得出來 這是什麼 大家不要打擾憲哥 他現在正在 正在感應… 沒有感應 這不是白皮也不是九餅 那是什麼 所以摸不出來 沒有感到… 更不行 好 該妳… 好 先試一張 好 七手 好厲害喔 好厲害 來 1萬 1萬 我們拿給妳 這樣子比較有公正題 這個 9萬 9萬 真的耶 真的喔 這個要用這邊 這個5萬 好厲害喔 劉憲哥真的會耶 2條 鑽長相 厲害 各位 這個難度就高了 好不好 真的嗎 真的嗎 各位 注意喔 一花 一花 花都摸得出來 這如果是一花的話 真的是大大 導播嚇得都台上跳下來 真的嗎 一花 注意 請看 9萬 好厲害喔 我知道 不要這樣 找一支一花讓他補個鏡頭 再次證明 不要賭博 找個一花讓憲哥補鏡頭 快點啦 這樣才不會丟臉 好啦 這個啦 換一下 補一下鏡頭 請給我尊嚴 用我的手 好 對 補一個鏡頭 什麼… 什麼 四花 真的嗎 真的耶 憲哥你好厲害 好厲害喔 憲哥 妳就要這樣子活在謊言中嗎 我開心 好 麻煩推出去了 好開心 是… 連外國的同學都跟妳學麻將啊 對 因為我們班上 在大學時期有交換學生 然後他們一起來BBQ的時候 就逼他們坐在麻將的時候 跟我們一起打麻將這樣 有沒有愛上 有一點點 有外國人我還逼他們念很標準的 吃跟碰 一定要講吃跟碰 對… 我還有義大利朋友 拋出來下一條披薩 一餅… 一餅 兩餅 兩餅 9萬90千 慢慢 大家可以學英文 對啊…真的 好 來 五位一起到我們前面來 現在馬上就要來票選 到底他們 20位線上的遊戲玩家 他們心目當中 最想要跟他打麻將的牌搭子 是哪一位呢 先走個牌步之後 馬上就要選了1號 Let's go 1號是我們的小白 23歲 163公分43公斤 她可不可以成為 線上遊戲的大人人呢 2號 非常甜美 的莎莎 24歲 155公分40公斤 再來是我們的3號 3號 蝴蝶羽 素有宅宅女神之稱 22歲 163公分47公斤 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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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甜 19歲 160公分45公斤 但是他不會打麻將喔 接下來是我們的5號 來呢 5號是我們的 Jimmy 24歲 163公分45公斤 很會打麻將喔 搓麻將搓 再來收看五位 一起為大家做個台步 Let's go 5號 每個身材都好好喔 可以練成我們的高興秀呢 回來 真的耶 你不叫他們回來 他們就可以一直 一直站在那裡 五位美女都好漂亮喔 好想找你們搓... 搓麻將啦 究竟誰會成為冠軍呢 回來再再看吧 馬可多姆秀武記 讓玩家們都傻眼囉 仔細看 小哪一張 他們都看到傻眼了 性感喔 掉了... 趕快看... 小十萬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 紅鐘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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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猜猜猜 五位美女各有特色 最近不是在這場 待遣人爭奪戰中脫穎而出呢 快來猜猜看吧 往前一步 好 來 那麼小剛老師我想 你心裡面一定有特別有感觸 為什麼會特別這樣問他 因為有答案啊 對... 我覺得應該是 不是選自己喜歡的喔 是說他適合宅男會特別想選 跟他打麻將 因為我也是宅男 你也是 我想可能是3號吧 3號 為什麼 對 因為宅男 因為他 我看他講話 樣子表現都好像還滿純真天真 那個樣子 宅男都喜歡那種夢幻型的工具 好騙 來…惠欣 1號 1號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研究了很多 就是他特別想很多 所以他特別想要 想辦法去贏這個 你知道嗎 就是他還會研究就是什麼交情 對 那些三個東西 然後 對 我覺得1號吧 OK Nono 誰被他選到就倒楣了 人家是宅男 你是宅壽 那我選憲哥 好衰喔… 喂 選他們 選我幹什麼 我也覺得是1號 1號 為什麼 我選1號 因為就閩南語講 他比較模糊有沒有 就是 就是那個面面俱到 那如果選女朋友 妳會選哪一位 喂 超貪心 很適合 來 Penny 2號 我選2號 我覺得他滿主動的 就是主動性的 像剛剛他邀請憲哥學跳舞 等等之類的 就很活潑外向 主動對不對 因為宅男都有點比較 被動 對 害羞這樣子 來… 蓉蓉 我覺得我喜歡2號 你喜歡 你想要第一步要怎麼開始 我覺得是2號 你不要連紅我都要不好意思 我哪有連紅 不是 我是2號 好… 看來1號 2號勝算最大 不過節目可不一定呢 到底誰是冠軍呢 來看投票吧 4號跟5號都沒人選 你們兩位有什麼話想說的 來… 給他罵出來是不是 5號有什麼話想說 對不起 還沒票選… 他們選的他算什麼 真正當家的是他們20位 有什麼話想說 希望大家可以選我 為什麼 憑什麼選妳 憑什麼選 我不會打麻將 可是 我可以被妳打別的 好慘喔 我可以被妳別的 妳可以這樣選我… 選我 選我 好… 拉票 3號也要拉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選我 可以陪妳們一起打麻將 好… 2號 拉個票 希望可以有機會 跟妳在線上一起搓麻將 1號… 1號… 希望大家一起來搓… 什麼 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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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將 你知道 憲哥 我改4號 1號改4號 大家可以一起搓… 搓… 後面那個聲音還飛掉了 好了 就這樣 他們1 2 3號都有人選 4號跟5號反而沒有 到底我們幾位阿宅的這個 他們選擇是如何呢 我們現在馬上去做決定了 Let's go 好的牌咖會讓妳上天堂 不好的牌咖可是會讓妳出套房的 各位今天特別醒來了五位美女 看看誰才是玩家心目當中最佳的牌咖 而誰又會是麻雀公主呢 走… 快來陪我玩麻將 我們今天請來了二十位線上遊戲玩家 來票選心目中最愛的麻雀公主喔 你心目中的麻雀公主應該是怎麼樣 就是要性感 Sexing 清純幼稚 然後… 然後會灑奶 灑嬰 然後這樣 示範一下好不好 女生要做什麼樣的動作 你會餵她的牌吃 這個…餵她一張牌好不好 那馬上要來進行我們第一階段的評選 讓各位看看五位美女的才藝表演是什麼 然後再選出其中三位就可以進階到決賽喔 玩家們先從五位參賽者的 才藝進行評選 覺得最適合麻雀功夫特質的 就舉圈 不適合的則舉他 得到最多圈的三位 能夠進度舉賽哦 我數一二三 你就請舉牌 要給他投票的話 就投一個圈好不好 來 一二三 看來二號很受歡迎哦 他可以得到幾個圈呢 你覺得怎麼樣呢二號 我覺得他可愛蒙得好啊 蒙得好 二號美女可以得到幾票呢 一二三 三號美女請投票哦 你為什麼會選三號呢 因為他是我夢中心的那一隻 所以希望可以把他打包回家嗎 對 希望可以把他帶回家 然後就 就把自己打包一下 好 這位玩家很會嗷哦 還是多看看憲哥的節目吧 四號甜甜的才藝 似乎讓玩家看得一頭霧水 看來是胸脯極少囉 而五號 而詹姆不計形象搞笑演出 看來也不受玩家喜愛 只獲得了六個圈 第一階段評選出爐 四號跟五號分別以四個圈 跟六個圈慘遭淘汰 進入決賽的三位 又會為玩家帶來什麼樣的驚喜呢 好 歡迎一號美女 歡迎 歡迎 太棒了 身材火辣的小柏 能夠得到玩家的支持嗎 你是非常知名的練玩節目主持人 然後不要特別 本身應該就知道說 要怎麼樣最快速 可以吸引到玩家的這個目光 那就希望玩家們 給我十個兩個姿勢好不好 來,第一個姿勢 WOW 這個就是性感一點 在一個位置 這樣子 我發現有發出這種 很低沉的聲音哦 好像是竹琳這邊發出來 跟她一起來示範好不好 摸層口是不是領胸口 然後摸腰 immediately 以及合成就是 然後這樣 歡迎二號美女 甜美可愛的莎莎 會是玩家心中的最愛嗎 你還會有什麼招式 吸引玩家的秘密 就是教大家 如果玩線上遊戲太久的話 要起來動一動伸展一下肌肉 所以你要不要她跳舞嗎 還是... 對 請示範莎莎 好,第一個動作 就是先往你的左邊 左兩圈 然後右邊 右邊兩圈 看來玩家們都很投入喔 我們快來驗收成果吧 看到都恍神了 你看到人喜歡會不會的 會 起來做好不好 一二三 左三圈右三圈 脖子溜溜屁股溜溜 可愛的健康刀 似乎成功的幸福玩家 平時也要嘗嘗坐唷 歡迎三號美女 蝴蝶魚 能夠獲得玩家的青睞嗎 對 兼具性感與可愛的蝴蝶魚 果然深受玩家的喜愛 不過等等還有一個遊戲 要考驗他們的吸睛能力喔 接下來就要考驗 三位美女的吸睛能力囉 馬上看一看今天的吸睛大考驗 玩家們要從參賽者身上的七張牌中 找出一到九萬缺少了哪兩張牌 時間最快的就獲勝囉 吸睛大考驗 GO 歡迎一號小白 辣 這位大哥你也看太久了吧 不能光看身材不看牌啊 這樣是對的嗎 答對了 今天總共花了一分鐘的時間 馬上歡迎二號莎莎 天啊 性感喔 掉了 你趕快選牌啊 你在看什麼 你選什麼 但是你恭喜你打17對不對 恭喜答對 總共花了17秒 謝謝 歡迎三號蝴蝶魚 歡迎 趕快看 趕快看 少哪個 少十萬 少十萬 什麼東西啊 紅鐘 紅鐘 紅鐘都來了 你拿什麼 過去跳 貼著過去跳 大家都在起哄啊 這一對 來我看答案對不對 2萬跟7萬對不對 來總共花了41秒 你剛剛看的速度有點慢 你到底在看哪裡 不是7萬 我不知道在看哪裡 這一階段的吸睛大考驗 獲勝的就是二號莎莎 以及陳寶寶大叔 恭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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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投給幾號呢 我想應該是一號吧 為什麼 因為覺得 你會投給誰 我投二號 為什麼 因為她剛剛跳那個 才藝表演的時候 我就已經被她迷倒了 她是兒童界的蔡依林 現場二十位 線上遊戲玩家 紛紛把票投給他們 心目中最愛的 麻雀公主 到底誰能夠獲得勝利呢 一起來看看吧 好 到目前為止 二號跟三號的票數 是比較落後的 三號 要不要跟我們前面的 玩家啦啦票呢 拜託 拜託啦 回榜啦 太多了 這真是太超過了啦 到底誰可以拿下 麻雀公主的頭銜呢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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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 目前合計一號六票 二號三票 三號三票 到底誰可以獲得最後勝利呢 莎莎要不要拉拉票呢 人家瑪莎沒有很厲害耶 有請教教我嗎 拜託 二號三號能夠靠著拉票逆轉勝嗎 最後結果 一號八票 二號六票 三號六票 萬決勝 我們的八雀公主就是小白 安生鼓勵 恭喜… 恭喜… 還可以獲得誕言 還可以獲得一個獎金 沒錯 對啊 我們要恭喜她們了 好 再次謝謝她們 咱們下週同一時間 繼續回到的 我猜 我猜 我猜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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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